鸟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 北京时间8月2日,布鲁克比蓝王后卫,本西蒙斯,罕见地晒出了自己训练的图片。 这位前76人的状元,已经接近一年没有比赛。 而训练之后,西蒙斯,晒出了美酒和爱犬的照片,而自己的小脸,已经微红。 而自己的未婚妻,也留言回复,他人好像并不在北美,也不在英格兰。 最近的一年时间里面,球迷只有在场边,才能看到本西蒙斯的身影。 作为2016年的状元,他在过去几年,表现相当低迷。 随着爱德华斯的崛起,西安和爱顿,相继拿下大合同,富尔茨,在76人,晒出自己能飞的图片,凯德坎宁安,展现了自己的全面, 班切罗的疾病,似乎没有想象中的严重,西蒙斯,反而成为了最近几年状元中,状态最糟糕的那个。 尽管有球员表示,西蒙斯,不需要中投。 不过,如果想要成为超级球员,没有中投,是万万不行的。 好在西蒙斯及时付出,有关他的前冬家76人,关于工资的问题,一度沸沸扬扬扬。 但这位年轻人,并没有在季后赛中,选择付出。 而当男网队,接近分崩离析的时候,他出现了。 带着久违的身影,西蒙斯独自去帮训练场。 经过了训练后,他独自回到家中,开了一瓶美酒,一个人毒醉。 与此同时,西蒙斯,还发了爱犬的图片,并称呼他,为我的女孩。 这也从侧面表达了。